接着要来看地方治水的消息 在东山救疗溪排水断面不足 目前只有东山河水系没有整治的河段 政府公务处将投入1亿2000多万元来进行发包整治 增加排水断面到20米宽 预计明年底就可以来完工 东山河水系自理目前仅剩流经丸山地区的救疗溪河段尚未整治 由于排水断面不足容易酿成当地淹水 常年来地方苦不堪言 为此县政府今年将再投入1亿2000多万进行整治 扩大河道宽度到20米宽 增加排水断面 施工范围从宜山石线到旧疗溪以及新疗溪的汇流处 总长为3公里 目前正积极的办理发包当中 预计明年底完工 配合河道的增宽 8座桥梁也将进行改善 旧疗溪改善大会从我们宜山石起点 到我们旧疗溪会到我们新疗溪的一个入口 总长大概有3公里左右 那今年也在办理发包中 那预计大概明年也可以完成 那完成以后 整个东山河上游的一个水系 大概都已经整治完成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费用大概也是1亿2000多万左右 东山河水系常年来泛滥成灾 县府不断进行整治 未来在旧疗溪河段完成改善之后 东山河的水系将全部完成治理工程 有效解决多年来的水患问题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本市民采访报导